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日 星期四 當然是10月份第一個交易天 承接過去兩天的升勢 指數今天再進一步高開 而且創了整個反彈市的新高 先看指數 今天早至行市先高開461點 去到19,058點 之後進一步升到19,237點 這一分鐘 雖然昨天收市來說又再升到640點 但要計算數 股市這星期一曾經低見16,833 去到今早的高位19,237點 頭尾是4個交易天 累積的升幅已經有2,404點 急升過後肯有笑話 結果在高台上 有一兩層回徒的股額出來 其實都很正常 屬於大漲小回 但指數今天曾經見過18,788點 而大部分時間 指數都是18,900左右 去徘徊 很簡單 今天不管指數的高位 低位 或者是 現在的 指數 18,900 都是穩守在 100天線樓上 即是 恆生指數已經是成功突破 10、20、50天線 繼而進一步上破 100天的平均移動線 而且10天和20天線 亦都突破了 50天線 可能 去到12月 未去到月中 10天線會進一步 突破100天的平均移動線 即是 這一層反彈的勢頭 應該會延續 事實上 由10月31日開始的反彈 如果是3到4個星期 是很正常 如果後續成交 交金額配合 即是動力 仍然都在 4到6 甚至是 6到8個星期的反彈 我覺得亦是不出奇的 問題就是 12月份 除了 紀律上的市 反彈延續之外 還有一個誘因 就是 可能有些 粉飾儲槍的效應 有一點 大家應該留意得到 過去的指息 我們講來講去都是 騰訊美團 巴巴勁動 因為恆之成分裏 佔的比重有25.55% 至於其他傳統南走 全部都是低迷 一直盤著低迷 但這一股反彈 不同 有邦 60元升到80元 匯控 由38 39 40 到現在 47 48 平保 由31 擠呀擠呀擠到上近50元 港交所 由208 左右升到上300多元 中仁壽 亦如是 即是傳統股份 大部份 都出現了一個明顯的反彈 和升來的底部的現象 簡單說 新經濟有新經濟反彈 傳統經濟有傳統經濟股做好 令到整個市場的升勢 不會單單集中在新經濟上 這一點很重要 顯示得到 機構性投資者 開始在傳統經濟股方面 已經做了一些部署 如果這個所謂的部署 你第一就可以當作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雄市三期的反彈 很厲害 但亦都可以說 為牛市一期都不頂 因為在低位 集了一個 貨底在 如果這個貨底 不是讓你那麼容易買得回 這個已經 具備了牛一 最先決的條件 如果真的牛一開始了 往後大市的 走勢 將會越來越好 所以 錯失了最低買的 不重要 中段慢慢慢慢作部署 等同 高位的時間 我錯失了 沒有走貨 不是代表我一直拿著手貨 不走 不對板就是要走 等同大市 真的足底回頭 我們就要 隨勢而行 短期來說 暫時的目標 應該是直指 19800到20000點 如果在移動線方面 指數既然穩守在 10、20、50、100天線路上 目標當然是250天線 不過當然 成交金額 配不配合 這就很關鍵 大家好 今天是 12月1號 星期四 當然是12月份 第一個交易天 股市經過過去兩天的 大幅度的上升之後 由於恆生指數 在昨天收集來說 已經進一步 升破了100天線 那等於說 整個股市 技術上來看 第一個左利 當然是19000點 再往下看 應該是19800到20000點 好了我們再看看 今天的示範 照顧恆生指數 先高開 461點到 19058點 曾經一度在上升到 19237點 可是 在高台 有一點點的反復 畢竟 從這個星期一的低位 16833點 到今早的高位 19237點 在四個交易天之內 恆子已經上升了 2404點 我覺得部分還是 走得比較快的 所以 高台有一點點的 回調基本是很正常的 好了 從19237點的回調 暫時來說 最低今天見過 18788點 相對昨天收拾在 來說 這一分鐘 還是上升了 191點 等於說 整個股市 暫時來說 的確是 抓著 19000點 這個平台 不放的 好了 12分是第一個交易店 暫時看不到 這個月是先低 還是先高 可是 後一個階段股市 只要不低個18788點的話 還是有機會在進一步 往下 挑戰19237點 要是能夠特補這一點的話 10月份 將會再出現一個 先低後高的走勢 有一點大家應該發覺的 就是接兩天的成交 普遍來說 還是比較多的 前天是 1500多億 昨天 MSCI 有一些 受死的 掉貨 所以 成交方面是比較多 有2200多億 可是要是扣去一點 還有接近1600億 其實來說 交投方面 也不算少 所以 一天 成交方面 還是能夠維持在 1500億以上的話 等於說 股市的動力 還是 不錯 變成來說 指數還是有機會 在進一步上升的 從走勢方面來看 過去一點比較長的時間 來來去去 都是新經濟股份 股市上升 我們還是要看 騰訊 88 美團 跟京東 因為這幾個新經濟股份 在 橫紫成分裏面 建的比重 有25.55% 他們的 股價要是上升 對股市來說 一定會帶來一個 比較明顯的效益 可是 一種旧經濟股份 在早前 一直在低位 一直賠為不前的 可是 截刺不同 像友邦 在橫森指頭 真的比重有8% 股價 從60塊錢以下 上升到80塊錢以上 這個 上升的幅度是30% 匯豐也上升到 大概47到48塊錢 中移動 也上升到52塊錢左右 其他像 香港交易所 平保 這些 都出現一個明顯的上升 我想說的就是 舊經濟股份 結局的上升 還是比較明顯的 變成來說 新經濟股份做好 舊經濟股份也同步上升 看起來 游市一期好像是已經出現 不過當然 暫時來說 這是基礎上的看法 我們還要看看 往後股市表現 到底是怎麼樣 資金日式的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 最重要還是要看看 實際的經濟 未來一個季度 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可是有一點看得出來 既然今年的低位已經出現 在12月份 應該有一點點的 Window dressing 所以暫時來說 在月中之前 只是還是有機會 再進一步往上創 反彈的 高台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 多謝 按鈴鐺 請按鈴鐺 我會 想請 感谢观看